今日大夏军神帝国清风江南王驾龄江南 五日将会上任两江总督 一力同管江南三省的军政大军 这是我们的位置 让您滚 先来后到懂不懂 我先来的为什么要跟你不要 什么 先来后到 你一个人凭什么站这么大张桌子 我们人多 你就应该让给我 懂吗 赶紧拿着你的碗 到门口蹲着吃 你们为什么不去门口蹲着吃 小子 当我跟你开玩笑了是吧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看到那边那个厂子了吗 我爸开的 一年留下一百多万 跟我玩 你有那个资本吗 你看看他这一身穷酸样 浑身上下加起来不超过两百块钱吧 估计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一百万找什么样 你就别逗他 小子 别给点标脸 我该买了 不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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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清唐护驾来迟 请王爷降罪 请王爷降罪 他是王爷 他是王爷 怎么可能 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江南王 查一查这些人 我很好奇 我才刚刚到江南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行踪的 是 走 王爷 这是西沙里 我吃饱了 你们来送 不不不 您坐 您去别的地方吃 坐 这才对 你们正值长身体的时候 多吃点 我们是得罪了怎样一个大老 王爷 江南三省各级官员已经开始筹备您的上任仪式 到时候将按照最高规格来举办 时间定在了七天后 到时三省精英都将前来拜访王爷 五年前 我被人的这些人 我会乱说 我会再次回归 真想看看他们的表情啊 王爷 还有另一件事 江家今日要在江南大酒店举办工程开幕的庆功会 到时候想邀请王爷商量力量 江家 爸,你放心 我一定会守住江家祖业的 婶婶,你怎么来了 小方,人死不能复生 你怕他在天有余 也不希望看到你一直这样伤心下去 江家这么大的家务 以后还要客人继续支撑 吃点东西,去洗把脸 以后,你就是江家家主 谢谢婶婶 我会振作的 你就是江家家家 picture 小岁 凯特 你就是江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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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公司 之中有問題 畜生 你 我手 我 你這個禽獸不如的東西 你爸爸屍骨未寒 你竟然在他的臨前 想抱你的手 二叔 我沒有 我 你可以一定要為我做出 已經想不悔他把手禮不及我了 所以我才放心來安慰他 他早就對我呈現三起 白叔 他把死以後他就是這樣 他發生關係 如果我不走 讓我們一家生不如死 你好大的狗膽 簡直是畜生 畜生啊 堂堂家主繼承人 竟做出如此 喪盡天良之旨 你 你不配為我江家仁 沒錯 白壞家風 就應家法守治 你不能孤心 絕不孤心 不孤心 沒有啊 二叔 你要相信我啊 我真的沒有 我是 是他給我帶的招呼 對 沒錯 是招呼有問題 你不孤心 老明同意還敢狡辯 來啊 你 江門做下如此惡心 按照我江家的家 過多其家屬繼承人的位置 我站在家屬位置 打斷他的雙腿 不孤江家 容世不得再回江南 二叔 你又這是 我真的沒有 我又 你又是 小巡邦 你又是 我家的天啊 我家中這個位置 我能夠 能夠 我家中這個二十元 你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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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 我要在我身上给你 所以 他是吃死 是你 这是你 我这么去 江青泰 你出宫不如 你不得好死 江青泰 你亲手不如 江青泰 你们曾经从手中抢走的 我一定会让你 想被奉还 好 告诉他们 我一定会去 江家主 恭喜恭喜啊 江家这次得到总督府的功成 为新商人的两江总督江南王 修建薰德馆 这可是天大的荣光啊 同喜 我可是听说 这位帝国江南王 可是军中的神话 一战扫平北京各火 就连五大战神 也是这位王爷一手调教出来的弟子 可以说是江南之主 都不为过呀 就是啊 这等好事落在江家 这王爷要是一开心 江家可就寄身一流家族了 谢谢 各位 各位各位 我江家幸得总督府各位大人信赖 才得此良机为江南王效力 其他的不敢奢望 若王爷将来有所差遣 我江家必定 万死不死 今天江南王驾临江南 听说整个机场都被封锁 江南首富想要去拜见 没想到差点都被毙了 哎 资格不够啊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意图王爷的尊荣呢 就是啊 各位还有所不知 今天一早我就让全词去给江南王送信赖了 邀请王爷立临我江家的进攻大会 真的吗 真的吗 这怎么可能啊 江南王是何许人爷啊 那是大厦的神话 江南的王 他怎么可能立临这种会议呢 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反正我说 江南王今天会来参加我们的这次宴会 江南王会来参加我们的这次宴会 这是天佑我江家 天佑我江景太阳 恭喜江家主啊 江家主得到江南王的青睐 那可真是无上荣耀啊 是啊 如此一来江家一步登天 指日可待啊 江家主 你的辉煌马上叫到了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 是吗 可是我怎么觉得 是江家主你的死祈祷 啊 是你 江峰 你小子居然还活着 江峰 就是那位在他父亲灵前强暴他婶婶的能见犯 对 就是他 不是说当年被打断可也改出江家了吗 靠乞讨为生 这怎么又回来了呀 就是啊 所以把他放进去 连你这种预谋夹着 下药陷害自己亲侄子的人渣都可以活着 我怎么不能好好活着 小畜生你给我住口 谁给你的胆子让你再胡说八道赶紧给我滚出去 江家不欢迎你 江家是我的 可我为什么要滚出去 大屁 你小子从小就品行不端 其难罢你 胡作非为 还在你父亲的灵前 做下有备人伦的仇事 早已不算我乡家人 你想到你竟然敢回来闹事 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 就是啊 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 江家主仁慈放你一条生路 你不敢也就罢了 还回来污蔑江家主 你呀 狼心狗肺呀 你在江南的名声 人尽不知 怎么还有脸回江家 就不知道羞耻了 江峰 我知道 你在外面啊 晃不下去了 所以这才舔着脸 想回到江南 哈哈哈哈 不就是想要钱吗 哈哈哈哈 我有啊 只要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把鞋舔干净 这钱我给你 我有啊 只要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把鞋舔干净 这钱我给你 哈哈哈哈 哎 鞋啊 鞋啊 半多块钱啊 够你吃好长时间的饭了 是不是啊 鞋啊 鞋啊 还愣着干什么 鞋啊 你回来不就是想要钱吗 当狗 要有当狗的觉悟 哈哈 你很羞耻 你说羞耻怎么了 啊 你在我眼里 不过就是个 回来乞讨的狗 现在 我命令你 给我跪下 我让你 跪 你 你 你没事儿子 他把他打我 小畜生你找死 疯了 他彻底的疯了 他都敢打江家大少爷了 江家现在身的江南王的青睐 你打了江家 就是得罪了江南王 你是怎么敢的 江景泰 我没工夫跟你们父子俩在这唱戏 七日之后 我要你们全家 在我面前跪下来颤舞 并将当年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 否则 我保证在座的所有人 都会消失 七日之后 我要你们全家 在我面前跪下来忏悔 并且将之前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 否则 你们在场所有人 都会消失 我我跟你说 疯了 疯了 你有病了 哎呀 救你的残废 我们全部消失 哎呦 哎呦 好可怕呀 哈哈哈哈 小赛 说大话 赢 睁开你的狗眼 看看 如今的江家 在我的带领下 你爸爸活着的时候 更加强大 在我面前 我动动手指 就可以把你捏死 你用什么资责来威胁我 江峰 你个废 我告诉你 我爸已经拿下了总督府的工厂 为新上任的两江总督 新任的江南王建造薰德馆 从今往后 我们江家 那可是江南王的座下之臣 实际上的 你现在赶紧跪下 给我可一百个套 要不然老子让你喝热出去 薰德馆 江南王的座下之臣 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信不信我只需要一句话 怎么让你们所谓的薰德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是一句丧家语而已 还一句话 就让薰德馆的工程轻易 你试试 你有本事 让薰德馆的工程轻易 那我还说 我是江南王本尊呢 孙鹏 通知总督府 薰德馆工程 平工 你演的还挺像 要装枪梭 不知所谓 我看你就是个神经病 大傻屁 我希望一会儿 你们还能笑得出来 没用呢 真以为假装打几个电话 就能叫停我薰德馆的工程 我看你刚才连号都没拨出去 还在那硬装呢 啊 哈哈哈哈 啊 什么 公帝刚才来消息 说总督府的人 停了薰德馆工程 不可能啊 你开什么玩笑 工程怎么可能会被停叫呢 什么 薰德馆的工程叫停吗 怎么会这样 真的是你小的 这回信了吗 是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怎么会上 各位各位 我走 余大人 余大人 对我就想问这个事 哈哈哈哈 哦 明白明白 哈哈哈哈 余大人再见 小的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各位各位 余大人刚才跟我说了 是江南王不喜欢铺杂浪费 贤薰德馆建造这个工程太奢华 所以才临时叫停了工程 跟这个小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啊 原来是这样 哎呦 吓我一跳 我还真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呢 啊 你怎么知道 这件事情不是我安排的呢 你是不是还想说 你就是江南王本尊呢 哈哈哈哈 不过是虾猫碰上了死 好 你个臭乞丐 放家之球 孩子在装大人物呢 啊 希望过几天 还能看到你这么嚣张 嗯 还有 我只给你们七天的时间 七天之后如果不跪在我面前 后保自负 哎 回来 谁让你走了 闹完事就远跑 多么 回来 顾家大小姐到 是你 好久不见 呸 就凭你 还想跟二老爷抢家族之威 两地 走 不是 是他们陷害我 不是 为什么 啊 是 明珠 明珠救我 江峰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们之间的婚约 作废 为什么 以前你是江家少主 身份高贵 倒也勉强配得上我 但现在 你就是个段落很废物 是个人人喊打的强奸犯 如何能做我顾明珠的丈夫 明珠 我没有 你给我解释明珠 够了 我不想再提你作业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缠着我 你好自为之吧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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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看完你腿好了 换你的福 好得不能再好 江峰 我知道你一直忘不了我 想跟我复合 你什么意思 没用的 五年前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跟我早就不是一个世界 很快我就会接手顾家 掌管顾事集团 成为整个江南最年轻的商业巨星 而你 不过就是个江家气少 是个声名狼藉 一无是出的废人 泥坑里的泥鳅 怎么能跟天上的互谎相提并论呢 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也不用表现出一副很委屈的模样 我说的有错吗 我知道你这次回来是想求江家收留你 但即便如此 你也不配做我顾明珠的男人 我要嫁的 是像江南王那样 与北江挥驰方球 与江南定顶天下的大英雄 而你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那样的男人 小月 就凭你也想去我们家顾总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是十万块钱的支票 你拿着它 去给自己买上像样的行口 剩下的就留着吃饭 记着 以后来这种场合 还是穿得得体一些 神经病 江叔叔 已经出来了 江叔叔 王爷呢 不是说王爷会屈尊驾铃江家吗 对呀天后 我也到这什么时候来 你好做不准备迎亲 按时干扰人说应该是到 我当年我问了 喂 说什么 那个总督府的人说王爷已经来过了 来了又走了 难道 王爷 王爷怎么会又走了呢 他们说 王爷觉得江家人太蠢 不配跟他共处于是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我知道了 一定是江峰那个小子 是江峰这个小畜生跑来闹事 被王爷看见了 王爷以为我们不遵入他们 所以才生气离开 一定是 江峰 你这个旺八蛋 又怎么混老的好事 我妈妈被弄死你 王爷 别上来去哪 圣迷路 是要去温先生家吗 也不知道 温叔他们一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当年我被江家打断 双腿赶出家门 是温叔他们一家人救了我 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也要给我救治双腿 这么多年过去 是时候该报答他们了 还有月庭那个傻丫头 也不知道 她像不像以前那样顽皮 属下明白 老东西 给我听好了 我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个拆迁合同给我签了 然后收拾东西滚蛋 否则 我就打断你的腿 用狗链子拴起来 给我看大马 就给我们一万块钱的补偿板 就要拆我们的膏子 这不是断我们的活路吗 我不能签 老东西 得脸不要脸是吧 给我砸 让你嘴硬 让你嘴硬 我去你的 好 喝出钱完了 来 把这两老东西给我拖出去 然后把推厨器给我调过来 把房子给推了 住手 你 温叔 你们没事吧 你是小鹏 小鹏 你终于来了 小鹏 你回来了 是我温叔 你谁呀 你知道我是谁吗 真敢打我 我不管你是谁 今天 你都活不了 好小子 看来你跟这两个老不死的是一家人 好 今天我就送你们一家人一起上路 你让不过他们的 你快点上路 没事 能不能说 青藤 给我拿 小子 你废了 你彻底废了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老子可是七行堂的人 识相的 伙伙给我们放了 然后让这个小娘们 陪我睡一宿 否则 我让你们一个个的都生不如死 我说过 不管你是谁 今天 你都活不了 完了 小鹏 你惹得阿祸了 他们是七行堂 龙五爷的手下 龙五爷 七行堂是江南 三生地下最大的势力 龙五爷就是江南地下的王 凡是得罪他的人 全都死绝了 你杀了他的人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快走吧 放心吧 文叔 这件事情交给我解决 但是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 这是说来我 总督府要建熏堂馆 由七行堂的人负责拆钱 可是 总督府下发的拆钱款 全被他们撕吞了 我们每家每户 给一万块钱就打发了 我们不愿意 七行堂的人就来找事 总理有事 很多人因为他们 流离失所 我不是叫停了熏堂馆的工程吗 为什么还会拆钱 书下马上去拆 爸 妈 不好了 乌姐的跳龙了 江大哥 乌姐就在前面 小明 怎么回事 为什么月庭会跳龙 还不是因为拆钱的事 七行堂的人 为了逼我们搬走 总是派人过来打砸抢杀 乌姐实在看不下去 就去七行堂找龙武爷谈判 跟他生下 龙武爷竟然让乌姐去陪他一晚 乌姐不肯 他就用墙 乌姐为了保护自己的鲜鱼 从三楼直接跳了下去 七行堂躺住龙武 看来他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江大哥 你千万不要冲动 只手折天 我们根本惹不起 放心吧 敢欺负月庭 我不会放了他们 江大哥 姐 月庭 江大哥 月庭 我是在做梦吗 江大哥是你回来了吗 月庭 是我回来了 太好了江大哥 我还以为 再见不到你了 姐 月庭 我还以为 我怕 坚持不了 医生 医生呢 为什么病人伤得这么重 没人管 喊什么喊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家 再嚷嚷都给我滚出去 医生 你来得正好 麻烦你 赶快组织人手 救治这个病人 大夫 我究竟你无论多少钱 我都愿意给救你 救救我钱好不好 不好意思 救不了 你说什么 这个贱人得罪了龙武爷 龙武爷已经放话 江南所有医院的医生 都不敢救你 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 愿意去陪龙武爷 什么时候再治病 龙武爷 又是龙武爷 你到底是治病救人的医生 还是龙武爷的走狗 江大哥 你领劲一点 江大哥 松手 你给我松手 我告诉你 这里是医院 再敢在这闹事 信不信我找人把你捧出去 你也知道这是医院 我现在命令你 赶紧救人 不可能 在江南 谁敢忤逆龙武爷 谁就得死 我劝你们也别白费力气 这就是他的命 怕那个龙武爷 不怕我 是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龙武爷比 我告诉你 龙武爷可是江南地下的王 他的话就是圣旨 江南地下的王 我今天就要看看 是他说的话有用 还是我说的话有用 请他 在 江南三省最好的医生是谁 江南医药协会会长 中医太狗太香 打电话 就说我江峰的命令 五分钟之内让他过来 明白 马上太山翁来江南医院 五分钟 你俩在这眼双簧呢 还想请太山翁过来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江南第一名医 瞧你那副穷酸呀 有什么资格给他打电话 希望你以后还能有这么嚣张 姐 五分钟快到了 人呢 江大哥 你这样糊弄不了他的 在江南谁不知道 太山翁除了一些大人物 一般人别说起 连见一面都很难见到的 我没有再糊弄 别着急 人马上就到了 江大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不要开玩笑了 装逼以后看看自己 有没有那个资格 你如果真的能把太山翁喊来 我管你叫爹 太山翁到 原来真的把太山翁请过来了 江先生 老朽来晚了 不晚 老师姨 还请出手救治这位女士 江先生请放心 老朽定尽力而为 不行 今天谁也别想给他动手说 龙武爷的话不容置疑 手死 你 你敢打我 你完了 你们都完了 别以为请来太山王 就可以相安无事了 今天你得罪了龙武爷 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我告诉你 不是我得罪他 现在是他得罪我 就算他不来找我 我也会过去找他 产平七星堂 我在江南这么多年 头一次听说有人要产出我七星堂 我倒要看看 谁这么大口气 武爷 你 你得给我做主啊 这小村公然违抗您的命令 我今天找人给那个贱人治了病 还说要铲平七星堂 小子 你很嚣张 小子 你很嚣张啊 你就是龙武 武爷的名号也是你教的 叫武爷 不让他们锤子你 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既然知道我是谁 还敢捂你我的命令 不知道这会是什么下场吗 大胆 这小娘们长得水凉 等我收拾完 魏月亭那个小婊子 我再来惩罪你 大人 进去把他给我拖出来 给我丢到院门口 谁敢救他 武爷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我们姐弟两生路吧 我求求你 武爷 我求求你 不用道歉 有我在 我看谁敢踏进手术室半步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当让狼武不落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可惹我女人 原来是那个小婊子的拼头 你想替他出头 好 那就给我跪下 给我磕头 磕到我满意为止 也许我一高兴了 会放他 今年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 给月亭磕头道歉 说不定 我还能放了七星堂 武爷 武爷你饶了姜大哥吧 他刚从外里回来 什么都不懂 武爷 武爷 我求求你 小明 起来 姜大哥 别闹了 我们闹不过龙王爷的 你怎么就认不及现实 这小子说的没错 在江南三省 除了总督府 就没有我七星堂 收拾不了的人 小子 不过你跪下没用 我要的是他跪下 姜大哥 你不要再这样了 跟我爷道个亲好不好 姜大哥 姜大哥 我求求你 七星堂作恶多端 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 属下灵命 小子 还不跪是吧 好 那我就帮你 给我打断他的双腿 让他在这跪到死 跪下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你刚刚不是要打到我的双腿吗 现在这是怎么了 小子 我今天算认三了 你能打得过两个 你能打得过两百 能打得过两百吗 我告诉你 今天你动了我 我七星堂绝对不会报告你 不管以后你们跑到哪 我七星堂一定会追杀你们到死 人多是吧 好 来 把你的人都叫我 有多少叫老少 我倒要看看他们让我怎么死 好 小子 是你自己找死 我就让你看看我们七星堂的恐怖 喂 告诉天道 马上召集所有的兄弟 立刻赶到江南医院 我要杀人 小子 等死吧 看到了吧 这就是失利 求凭你们俩 拿什么跟我斗 小大哥 可怎么办 清堂 让这些只会在街头 惩凶斗恶的小朋友看一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杀戮 兄弟们 给我杀 给我废的他们 优优独立正 兄弟们 我杀 乖 兄弟们 我杀 他 我杀 你 我杀 你 他 我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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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 你 是 切走 还不出手 别个只靠女人的废物 不配活着 王爷 怎么可能 切走 叫人 你别过来啊 叫人 别以为你能打我的怕 我告诉你 我可是背景通天 你根本无法想象 你敢动我 在江南就没有活路 背景通天是吧 没有活路是吧 今天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怎么回事 王爷 赶紧在医院行凶 简直无法无天 接到举报 有带族在医院斗殴行凶 把他们给我控制起来 小子 你能打扰怎么样 出来混 靠的是权势 靠的是背景 你还不知道吧 我的后台是寻解司 你就算再能打 你也不敢对寻解司动手吧 寻解司 队队长 快把他们俩抓起来 他们就是兴兽歹徒 公然在医院大打出手 无视法界 你丑凶饥饿呀 大胆 大胆 我都被捉起来 胆战独抗 救你证法 大胆 我都被捉起来 胆战独抗 救你证法 什么 想拒捕 小子 我劝你啊 还是乖乖束手 救情吧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挑起的 至于谁才是行凶的歹徒 这里有监控 有人证 你调查一下就不清楚 没错 就 就是他欺负我们的 他比我姐跳牢 还不让医生救助 姜大哥请医生来 说打断姜大哥的 别跑 你说的那些 我都没看见 我只看见你们的怨斗 欧勤凶 毆打他人 别一起抓 你们寻解司就是这样办事的 没有证据就抓人 我寻解司办事 好 希望你不要后悔 哼 靠起来 姜大哥 佑队长 一个没事的没背景的小子 算不了什么 那就放心吧 小子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等我收拾完这小子 再去收拾那个小瓶子 看我怎么好好玩弄他 小明 你去照顾你姐 这件事情交给我 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带走 这个怎么办呀 这件事情也不自找办公室 庆明 江峰 家庭背景 古尔 执意 无意 很好 你还算铁华 我现在宣布对你的审判结果 江峰 南 应寻心 自事 逞中 故意伤人 判处十年监禁 我问你 这些罪名你承不承认 承认 我为什么要承认 事情的真相是七星唐 战士气人 草迁人命 你身为寻解司 不问清楚原有 就把罪名扣押到我身上 就没有把帝国的王法 放在眼里 王法 进了寻解司 我就是王法 我说你有罪 你就有罪 我再问你 这些罪名你承不承认 我不承认 堂堂寻解司 和七星唐的混混 沆瀣一气 就不怕遭报应吗 不承认是吗 我今天就打到你 承认为止 这五权我帮你记成 五分钟之后 我会把这五权 十倍的还掉 白文星 小子 我够 这把寻解司 摸到我手里 我让你上就上 让你死就死 你还得想想 怎么讨论好我吧 那你信不信 五分钟之后 会有人从那个门走进来 然后把我放了 再把你关进监狱 一辈子都出不来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别吃饭就是垃圾了 你了 我搞 没有 谁也别弄你出去 队长 有人来给这小子保释 什么玩意儿 给他吧 哈 没想到你小子还有点人 没有 我说了 你这辈子 就告诉保释的人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再给他一起抓了 队长 这我妈不妥 来给他保释那个人 来头挺大的 这小子就是个窮鬼 给他别人 那有什么来头 他要是再不走 他就把他轮到的道理 扔出去 你 我倒要看 公民长怎么打到我的腿呢 司长 您怎么来了 这就是个小案子 抓了一个没根脚的废物 我马上出现了 我会这样的 太犯的动作 你看 司长 你这 这就是个没背景的穷小子 我来吃了 很好啊 孙司长挥一下的巡检司 缺打成招强加罪 还和七星堂沆瀣一气 看来 是时候清理一遍 王爷 司长 你大管家不放 你都追了王爷 什么叫 万死难地其就 王爷 王爷 他怎么可能是王爷 死了 你是不是认错了 你还记得我刚才说过的话 不可能 确定不可能 假的 一定是假的 这么大了 还不用跪下 我 我 还能怎么 按三十个总督 弱坡的 一路三家的放肆 我 王爷 说嘴 小人 你也不是在这 不只是王爷尊家 得罪了王爷 笑了该死 笑了该死 你也知道你该死 孙司长 请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巡检司 会和七星堂那群 草菅人命的小混混在一起 说 说 说 这件事就一概不止 回想一下 自找出张 那你来说说吧 这些年 你都帮七星堂干了多少坏事 五爷 我在江南混了这么多年 花了那么多钱 养了那么多人 那小子恐怕还不知道 这巡检司就是我的后花园 那小子得罪我 进了巡检司 不扒他一层皮 我就不姓龙 那是 得罪了我们五爷 那就是贤命长 这会让刘队长好好收拾收拾他 让他知道我们七星堂的厉害 走 跟我进去 看看那小子还活着没有 如果他还活着 就让他给我跪下磕头赔罪 清雪啊 我一开心还能放他一马 走 请 刘队长 刘队长 给那小子留口气 我对好 听说你是江南三省地下的王 自我介绍一下 江峰 帝国清风 江南王 都说说吧 把自己干过的好事讲一遍 讲得好可以戴罪立功 讲不好你们就都不用活着了 先从你开始吧 龙武爷 不敢不敢 在王爷面前龙武就是一条狗 不敢承言 不敢承言 我记得我已经叫停了熏刀馆的工程 谁给你的胆子 还敢去拆迁盛名路的民房 我 王爷明鉴啊 那事跟小人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江家的意思 江家 说清楚 是江家家属江底太 告诉小人 盛名路的路段好 就这样把工程叫停了 就太亏了 所以江家下令工程不能停 把建设 熏得管的工程 改成 建大型商场 所以 那房子还得拆 好大的勾胆 谁给他们的权利 为了挣钱 就不顾盛名路那些居民的死活 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吗 王爷饶命 江家江底太 杨凤英伟 欺骗王上 请王爷下令 让属下轻率风云卫 捉拿江底太前来问罪 请他 从即日起 叫停江海集团所有的工程 一个都不放过 另外 你去派人到江家 通知江景派 告诉他们 带着江家所有的人 去给温书下跪道歉 直到温书同意原谅他们 才可以复工 否则 江海集团就等着破产吧 属下遵命 孙长河 解除刘忠武的职位 收押监狱 是 王爷 你再给我一次救 我可以带着离工了 王爷 你来 赶紧去 何爷 龙昂呀 至于你 我会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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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着你还有点用 但是 死最可免 活最难逃 卸了他一条腿 以示成绩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管好你的手下 若再被我发现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我会亲自拧了你的头 是是是 谢王爷不杀真 以后 我龙我就是王爷坐下的一条狗 你让我往东 我绝不往谢 你让我打口 我绝不抓紧 虽然咱们薰德馆的这个工程啊 被叫停了 但是啊 咱们及时止损 把薰德馆改成了大型商场 我多有了算 只要这个商场 咱们起码有利物 不错不错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对 总理也说 盛名鹿啊 那帮刁民 嫌弃咱们给这一万块钱的补偿国 派手 死活怎么办 一群刁民 刚给我江家做对 是昏腻文 告诉牧民啊 月底之前 必须把盛名鹿给我推平了 那刁民 一分钱不偿还都不可以了 告诉牧民 咱敢有阻拦者 死 我倒要看看 一群牛妈一样的贱民 拿什么跟我讲不讲的 嗯 哈哈哈哈 别还 别放心 我现在就去安排 老爷 老爷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哎呦 我好得很 老公江江的成合体 嗯 老公府派人进入集团 无限间封建了我们所有的工厂 则令江海集团 停业整改 好什么 这怎么回事 王令到 江家家主江景泰 邪死江天后 拜见上师 王爷施令 江景泰 为一己私利 祸害贫民 法理难容 则令江家上下所有人前往温家 亲自登门致歉 并赔偿所有损失 若一日未取得温家的原谅 江海集团则一日不得复公 让你去跟一堂建 你两千 你可羞辱我们江江 王 爸 您说这江南王 他什么意思 咱们江家 这都是江南三省的上流大将 去给一群丢命道歉 他们也配 那毕竟是江南王亲自下的 不去运我能怎么办 毕竟这不顾天之下 没有人敢 你靠江南王的命 您说 咱们是哪里得罪了这江南王了 先是停了咱们的军德馆工程 现在又让咱们去给那群 求逼道歉 我们哪里知道 没有这个可能 我们跟江南王肃无恩怨 他不至于故意针对我们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一定是兴奋的那帮建 跑到江南王跟前 胡说八道的塞丧我们 王爷碍于面子 不得不下令斥责 爸 我就是说 咱们如果您让温家那 彻底拼嘴 不在弘扬外 咱们哪个什么事都不 一定是这样 毕竟江南王是江南三省 废宿提高之人 他怎么会去帮一帮小人物出头呢 要帮也得帮我们这种 权贵之家呀 明白 我这 行了 一定要给我好好地教训一下那王肃之死活的女人 我必醒了 滑倒 都得死 明白 小枫 真多费你们 要不然我们家就又出大事了 丁一 您和温叔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也拿您和温叔当我的父母看待 怎么还跟我说这么磕头的话 真的都没事了吗 那龙武爷 温叔你放心 龙武不会再来找你们的麻烦了 怎么可能 龙武爷势力那么大 我们得罪了他 以后肯定免不了还被他欺负 我说他不会来 他就一定不会再来 放心 以后有我在你身边 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姜大哥 我迷的时候看见你 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没想到 真的回来了 傻丫头 有你在家里等着我 我怎么舍得不回来 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 温叔 大夫说了 月婷的伤势基本已经稳定了 今天就可以搬离出院 只要回家 这样一段时间 就能痊愈 那就好 那就好啊 都替你安排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去跟你搬出院 小明 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等你咱们搬完手续 咱们就可以出院了 放心吧 都收拾完了 谁是我们家的人啊 都毁住了 问话了呢 问他家族谁啊 出来 我是温永康 你们是 你谁啊 为什么随便打人 怎么介绍一下 狱人江天号 江家家有江景太 就是我爸 江海集团 就是我家开的 江江家 抢那二流世家之首的 江家 哎呦 还知道江家呢 知道你们这群人 该敢在背头 诋毁我们江家 啊 看来 今天就给你们颜色看了 来了 把这两位人的推 我打断 再把他的牙也给我撞碎了 是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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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别打了 别打了 哎呦 哎呦 这个给人家 不是个瘸子呀 皮肤 哎呦 新的还挺练的 我就喜欢玩你这种 并没有 来 来 让他更清楚 哎呦 我现在是年轻 哎 哎 哎呦 大老人老子气 你们咋把弄得死啊 别动 别动 哎呦 你没事吧 谁啊 啊 干什么打我呢 干什么打我呢 小方 你个废主 你在这 江天昊 是谁给你的胆子来这撒野的 小方 你对他勾演 配管本 少爷 啊 你跟这群献民是一鸣 啊 我说这群 刁民怎么敢在江南王面前输 江南的坏 原来是你 你以为 这样就能打击到我们江家了吗 做梦 什么 你这是在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这是在威胁我 威胁 哈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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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少可是应江南王的要求来向你们道歉 這樣 只是這樣的就趕緊簽了 你們也把嘴給我閉眼是吧 再讓我聽到你們在外面胡言亂 都得聽一半了 這就是你們道歉的誠意 沒錯 這就是江家的場面 有啊 你說 千萬不要衝動啊 江家的勢力太大了 我們這些小人物在他們眼裡 就像融蟻一樣 忍忍 忍忍吧 江大少 我欠 我馬上就欠 還是你就像老鼠十臺 這就是我們江家的事 我們只要動動手指 你們這群窮鬼啊 就這 你拿什麼梗 不過 別說我不給你的機會 現在 你 跪下 從這下面鑽過去 廖本少爺開心了 我可以考慮 讓你重回江家 讓你當下江家的看門口 怎麼樣 這個是個悲才啊 江天后 江大哥 江大哥 江大哥你冷靜一點 就算你不會自己著想 也要為我姐 我爸媽著想 你要是惹怒了她 最后倒霉的總是我們 江天后回去告訴江警太 你們父子倆 會為今天的所作回復出代價 我好怕怕呀 你真以為自己還是江家大少爺 當大人公也看清楚 我 現在才是江家的大少爺 江家的體重人 你現在不管就是個流浪漢 是個強奸犯 是個廢人 你拿什麼個活動 啊 兩點夠東西 哎 哎小風 哎 你們 記住了 把嘴過閉眼神 再敢胡言亂 都得死 記住了沒有 是是是 我們以後再也不敢胡說八道了 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們什麼時候說過他們的壞話 我們根本不認識什麼江南王 他們神仙打架 為什麼總是我們凡人遭殃 放心 江家蹦打不了多久了 江大哥我求求你以後 千萬別再說這種大話了 要是我被江家知道 不僅你自己遭殃 我們一直愛跟著倒霉 怎麼跟你大哥說話呢 如果沒有你江大哥 你姐就死了 沒打沒笑的 小風 別和小民一瞞見識 她的話雖然說得難聽 卻也有道理 江家勢力實在太大了 我們惹不起 還是躲著走吧 千萬不敢再招惹他們了 就是啊 你們放心吧 我心裡有數 我先去找輛車 一會兒我們一起回家 來 請他 安排風雲衛進城 暗中保護溫家人 還有 給我盯緊江家 另外 在城中找一束乾淨寬敞的新房子 用來安置溫家人 記住 一定要低調 我怕嚇到他們 屬下明白 王爺 您要的房子已經準備好了 在天子盛居001號 按照您的要求 房子寬敞 乾淨低調 這叫低調 這裡也太豪華了吧 張大哥 這是哪兒啊 小鳳 你不去帶我們回家嗎 你到這兒來吧 是嗎 啊 這就是我們的家 聖民路的房子 不是因為拆遷被搞得破破爛爛嗎 我已經安排人去裝修了 現在 咱們住這兒 住這兒 這不好的 我們也買不起這兒的房子 放心 不用買 這是 是我一個富二代戰友借我的 我已經跟他打過招呼了 咱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這也不好吧 這畢竟是人家的房子 放心吧 我這個戰友跟我過命的交情 再說了 咱們也不是常住 對不對 張大哥 你沒開玩笑吧 我們真能住這兒 怎麼 不信 看看 呦 怎麼是你們呀 大姐 香香你們怎麼來了 大姨 表姐 呦 舒華呀 你不帶在你那個小炮村子裡 怎麼跑這兒來了 我跟你說 這兒住的 都是非富貴貴的大人物 如果你們要是衝撞了人家 小心人家把你當小村抓起來 大姐 我們就是來看看 一會兒就走 江峰 你 你行 你怎麼回去吧 表妹 這是誰啊 不會是你的男朋友吧 啊 沒錯 這就是我男朋友 江峰 江大哥 你好 表妹 真不是我說 你這品味也 挺不舒服啊 表姐你什麼意思啊 沒什麼意思 就是跟你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的未婚夫 海歸博士 現在在總督府工作 年薪 不少 碧妍 教職高 總督府秘書科科長 不知 德夏在哪兒高救我 江峰 現在 沒工作 哈哈 小妹 他們要這樣沒有工作 他不會跟他吃晚飯吧 舒華呀 不是我說你啊 這找女婿 你也得找個像樣點兒的啊 你找這麼個窝囊廢回來 看我們家鄉鄉找的女婿 年紀輕輕就是總督府秘書科科長了 現在還在籌備江南王上任一事 等著王爺一上任呢 我們家至高就是王爺旗下的站立了 前途無量 不像有些人 江南王的秘書 大姐 話也不是這麼說 小峰是個好孩子 大姨 我找什麼樣的男人 還輪不到外人來說說道歉 我喜歡江大哥 那江大哥在我心裡 就是最好的男人 郭月婷 你怎麼跟我媽說話呢 你有沒有教養啊 再說了 這個男人就是個窩窩窩 廢號不讓人說了 就是啊 我是你的長輩 說你幾句怎麼了 那不都是為你好嗎 你看你媽 找一個老廢物回來做丈夫 又給你找個小廢物做丈夫 你要把我們林家的臉都給丟盡了 温月婷 你還不知道吧 我們家志高啊 說了要在這裡給我買一棟別墅做婚房 我們今天就是來這看房子的 但你們家這個老公窩浪費 能買得起這兒的房子嗎 恐怕連廁所都買不起吧 哎 你跟他們說這些幹什麼呀 在這兒住的可都是江南三省的頂尖人物 像他這種人啊 連當保安都沒資格 誰說我買不起 誰說我買不起了 這棟別墅我專門買來送個月亭的 而且我們已經搬過來入座了 你說這別墅是你的 小子啊 年輕人啊 沒有能來沒關係 可你胡說八道 只會顯得你更加的無恥 更加的無能 哈哈哈哈 你怎麼就知道這不是真的呢 小子你可要看清楚了 這棟別墅可是天字聖居一號院 樓王中的樓王啊 昨天這棟別墅已經被一個神秘的大人物給買了 你要吹牛逼也得找個沒人的房子吹吧 真有意思吹牛還吹錯地方 現在被戳穿了真不嫌丢人 你說的沒錯 這房子確實被一位大人物給買了 但有一點你錯 哪錯了 錯在你不知道 我其實就是那位大人物 就 哈哈哈哈 小子你演戲也上癮了吧 這棟別墅你知道多少錢嗎 三個億啊 哎呀 你全身上下加起來連三百塊錢都不到 你還是大人物 我看啊 你就是個屁 嘿嘿嘿 小大哥 別丟人卸眼了 我們走吧 小方 別爭了 咱們回去吧 三個億而已 很多嗎 不信 誰信誰孫子 嘿嘿 這種別墅是你的 好啊 有本事 你去把門給我打開 好 那我就證明給你看 表妹 你還不拦住你的窝囊廢老公啊 待會兒丟人可丟大發了 讓他去 我看他就是不見棺材不掉的淚 他要把門打開 我叫他爺爺 歡迎業主回家 這這怎麼可能 這這怎麼可能 怎麼回事啊 這個 你不說這股房子價值三個億嗎 被一個大人物給買下了嗎 我也不知道啊 表姐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不可能 這絕對不可能 你們怎麼可能買了幾次別說呢 你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不安 不安 這裡有人擅闖民宅 你們快把他抓去 林香香 你胡說什麼呢 誰擅闖了 文明 但你且還有林一先進去 這裡交給我 嗯 不行 你們不能進去 別太過分 怎麼回事 吵吵鬧鬧的 再敢喧嘩把你們扔出去 你們來得正好 這個人冒充業主 想要擅闖民宅 想要偷東西 你們把他抓住 上去請點私去 尊敬的業主先生您好 我是保安隊的隊長 請問有什麼可以為您下勞的嗎 把他們趕出去 不要在我的庭院 是 哎 不是 誰把你們放起來的 趕緊滾出去 快 走 你別碰我 走 你別碰我 走 啊 啊 啊 事情都辦妥了 那幫你腿子都處理好了 放心了吧 我保證 那幫你腿子啊 再也不敢胡言歪 或者下次啊 我可得嚇人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這件事情你辦得不錯 對付這種刁命 只要你夠狠 他們就怕你 扶你 這正是我江家成為江南一方 好俗的生活 哈哈哈哈 不過這一次 我還見到了一個什麼東西 是不是 江嫂 而且啊 現在啊 他跟那群泥頭子混到了一塊 而且關係還不錯 我懷疑啊 就是他縮使那幫泥頭子 在江南王面前說咱們江家的壞話 想這次打擊他 當初就該把這個廢子斬草出根了 讓他下去 跟他那個死鬼老爹做伴 省得再為我江家惹麻煩 那 人家咱們怎麼辦 罷了 現在這個小畜生已經是一條喪家之犬 我量他也陷不起多大的風浪 江南王的上任一世在即 先專心應付此事 等上任一世一結束 就要用這個小畜生的血 請喝我江家的功 我明白了 如果王爺知道這件事情已經辦妥了 一定會容心大意 甚至會更加欺負我江家 只要搭上了江南王這條船 得到江南王的庇佑 那我江家 何愁不能成為江南之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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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喂小月 怎麼突然想起給我打電話了 溫大美女啊 今天可是我的生日 你不會連我的生日都忘了吧 哎呀對不起啊小月 我家最近出了點狀況 這一忙忙忙了 我已經生氣了 今天晚上來我的派對 我要播法你準備才能原諒你 派對 對啊 今天晚上八點 我在第一星KTV舉辦的生日派對 你可以一定要參加 小月 我實在是有點不方便 要不下次 我請你吃飯逛街 給你平碎行不行 那不行 作為我最好的閨蜜 你可以另外參加 再說了 後面還有好事等著你呢 我去能有什麼好事啊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你一直都是單身 我準備給你介紹一個多精有才的大帥哥當男朋友 你可一定要參加 行了 進去啊 小月 怎麼了 笨笨不樂的 金大哥 今天是我閨蜜生日 她還要我去參加大生日派對 去啊 一個人天天悶在家裡面會對身體不好的 可是我的腿 你放心 在你養傷的這段時間裡 我就是你的雙腿 無論去哪兒 我都會帶著你一起 你只管開心的和朋友玩就行了 小男子 你真好 傻丫頭 我去給你朋友準備禮物 這怎麼行 怎麼能讓你破費 你是我女朋友 這件事情是我應該做的 請 清堂 給我準備一輛寬敞舒服的車 我要帶月婷去參加生日派對 記住啊 一定要低調 低調 別再像上次一樣了 呃 屬下明白 王爺 您要的車已經準備好了 起來嗎 呃 清堂啊 嗯 你是不是對低調有什麼誤解 屬下不太明白王爺的意思 你管 這叫低調 這已經很低調了 否則以王爺的身份 出行必須以軍車開路 直升機護航 另外還需要三輛防辦的勞子 行了行了 我開還不行嗎 對了 讓你準備的生日禮物呢 王爺 這是江南著名設計師歐陽義 先後使用72枚非洲雪鑽 18枚皇室珍藤紅寶石製作而成的項鍊 取名佐藤之星 全球只此一條 本來是要在杰琳娜珠寶展覽會展出 最後 為屬下一千萬的價格擺下 這個還不錯 辛苦了 那屬下先行告退 江大哥 嗯 你不是腿不方便嗎 找一個大一點的車坐著也舒服 你看 後備箱還可以放輪椅 可是這是好貴的 是你買的嗎 是 我租的 你閨蜜不是生日派對 這不開過去有面子 江大哥 你不是找朋友借大別墅 就是花錢富豪車的 今天只是去參加我閨蜜的生日而已 你會不會這樣了 是是是 但是這租都租了 咱們趕緊走吧 小月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乾杯 小月生日快樂 謝謝 小月生日快樂 小月生日快樂 月婷又給咱了 你回來了 前幾天家裡邊說了點事 走走走 怎麼會是你 我也沒有想到 月婷的閨蜜現在是你 請問你認識江大哥 什麼 江大哥 月婷 他是個人渣 他過來想一偷傷害你 別別別別 怎麼人渣 江大哥是我男朋友 小月你們之間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什麼 月婷 他是你男朋友 你知道他什麼人嗎 你覺得他是個男朋友 不是 他確實是我男朋友啊 而且對我和我的家人都特別好 月婷 你對他給騙了 他就是個騙子 人大 告訴你 哈 其實你就是江家的氣子 還覺得江家的自己水深的強姦犯 你告訴你 哈 其實你就是江家的氣子 還覺得江家的自己水深的強姦犯 噢 原來你就是被江家趕出來那個廢物 江峰啊 原來是個強姦犯啊 這種爛人怎麼配跟我們共處一室啊 晦氣 趕緊叫人把他給砍出去 不不不不 小月 但是 不許你胡說 當年那是分明是江家的人姓 才張大哥 張大哥是無辜的 怎麼胡說呢 哎呀 別停了 你被他給騙了 我告訴你 我現在就是故事集團的總裁秘土 我家老闆就是故家的先進去 不留住 當年發誓的是 是我們老闆親眼所見 就是這個人家 跟他一件有關的醜事 我們總裁要和他點出婚約的 可他現在有第二人都跑回來 所以我們總裁是死長浪的 又是貴賓 又是霸賓 又是霸賓 你是在狗藥 喂 胡編也得講究一個限度吧 我什麼時候對他顧明珠死纏爛的 當初他們顧家還只是一個三流家族 為了攀戶江家 才要哭著鬧著讓他顧明珠嫁給我 怎麼到你這變成我巴結他 放棄 你個廢物 人渣 你有什麼資格說我們家總裁判負於你 你也不三個就看著你 你騙了 小子 咋挺肥啊 敢背著我說我顧家和我姐的壞話 啊 宋少 你來啦 月婷 你快看 這就是我給你二個宋少 宋少父親人長的一表人才 他父親還是故事集團的高管 我們總裁是親戚呢 月婷 這才是你的良配 至於江峰這個人渣 你最好看遠一點 小月 你好 我叫宋凱 故事集團銷售總監 顧明珠是我的表情 像你這樣的美女 跟著這樣一個廢物實在是太可惜了 只要你答應跟了我 我可以給你想要的一切 小月 不老你費心了 月婷是我女朋友 你能給的 我也一樣能給 甚至更好 小子 你他媽找死啊 江峰 你幹什麼 你又給他送上動手 我這裡不好歡迎你 你給我給我出去 小月 江峰她是我帶來的 你如果不歡迎她 我也走 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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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大哥 我們住那邊 臭屌司 可跟我搶女人 可不玩死你 聰少 您是貴人 可別跟那個廢物一般見識 比您的身價 比得過這個廢物一百倍 月婷是但是被他的騙了 等我好好勸去月婷 一定讓你報告給云归 好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你們看 你們瞧一下 這臭小子 跟他們餓死鬼投胎似的 真不要了 小月 你今天過生日 我專門給你準備了生日禮物 赫莲娜最新款的化妝品 特別適合你 真好玩 真太謝謝你了 小月 我有禮物要送給你 這可是 TIFFNY MAKERS系列萬表呢 你快看看 我想要這趟好久了 今天小月生日 你該不會是空手來的吧 這小子一看就是來白吃白喝的 真沒見過 有這麼不要臉的人呢 你們說什麼呢 誰說我沒有帶你過來了 小大哥 拿刷給他們看看 今天是你生日 生日快樂 你一個窮鬼能做什麼東西 該不會是哪買的這攤貨吧 這是 這是 這是大設計生物樣一的永恆之心 這就是在捷琳娜珠寶上 展覽那條駕石膠的永恆之心 啊 怎麼可能我看看 假的 這條永恆之心是假的 不少 那這是假的 嗯 你憑什麼說它是假的 永恆之心我在捷琳娜的展覽會上見過 和這條完全不一樣 更何況 永恆之心可是歐陽義大師一生最為珍貴的創作 價值千萬 你一個窮鬼臭屌絲 怎麼可能買得起 要我看啊 這就是你花十塊錢在地攤上買的地攤貨 哦 月婷啊 這就是你找的男人 一個會在別人生日上送甲骨的爛人 走了 是真是假 你們一驗便吃 不用驗了 宋少說是假的 那就一定是假的 更何況 我也不信 就你這種人渣廢 還能買得起價值千萬的珠寶 小月你 行了 小月 別跟她計較 我這兒可是真正的有一份大禮要送禮 是啊 宋少出手從來不會讓人失望 小月 你可有福了 宋少 什麼大禮啊 真是 沒錯 這張 就是江南王三天后上任儀式的邀請函 哦 邀請函 哇 真是江南王上任儀式的邀請函 我在祖宅那裡見到過 怎麼一樣 宋少 連江南王邀請函你都能拿得到 我現在聽說這邀請函啊 外面一億一張了已經吵到 而且還有家無事呢 沒錯 這江南王的上任儀式啊 一般的三流家族根本沒有資格參加 只有一流二流的大家族 就是 或者是江南三省的精英人士 才有資格要這個入場券 宋少你真是太牛了 這算什麼 我爸在總督府有人脈 人家一出手就送了我們家兩張 哇 好張 你也想去看江南王的上任儀式 嗯 那可是和娘當時能用群雄俯守的大下守護神 這樣的盖世英雄 誰不想依赌他的尊容 既然如此 三日後 我帶你去見見江南王 既然如此 三日後 我帶你去見見江南王 啊 聽到沒聽到沒 這小子說什麼 他說要見江南王 真是無知者無畏啊 一個窮三的乞丐 卻還敢說出這樣的大話 小子 你口氣挺大呀 江南王的上任儀式 連一些大家族的家族都苦求無門 你說近就近 你等你誰啊 江南王本尊嘛 我是誰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說能帶月亭去 就能帶月亭去 有些人呢 就是喜歡豬鼻子插大風 裝笑 也不看看自己的佩度 江大哥你別說了 就算見不了江南王 我也不希望你是一個心口開河的人 我沒有 月亭啊 只要你答應做我的女 我就可以帶你去參加江南王的上任儀式 要知道 我家在總督府 那可是很有面子的 對對對 是啊月亭 你跟著這個廢物 什麼都得不到 你看看人家送上 一出手 就是分萬金難求的要請喊 他願意帶著你一起去 這可是天在難逢的機會 謝謝 不過我不需要什麼要請喊 我只要和江大哥在一起 有你這句話 無論你要什麼 哪怕是親近全世界 我都會給你 姚鳳 你要是個男人 就離開月亭 不要耽誤他的幸福 他的幸福我就能給 哈哈 你一個瘋狂蛋 你要給你隨什麼 你投了耽誤月亭 你還能給他什麼 不用再跟你說大一個狼了 令人生厭 小子 只要你答應我 離開月亭 我就給你一次機會 讓你來我們顾家 做一個保洁 雖然一個月 掙一千來塊錢 但是在我們顾家 打掃廁所 那可比在外面 打掃廁所要風光得多了 就是 何況 你還能見到你的夢中情人 啊 我的表姐 顾明珠 哈哈哈哈 小月 救我小月 小月 小月 救我小月 小月 我剛剛去上洗手間 碰到幾個流氓 他們對我動手動腳 我不從 他們只要打我 什麼 小心了 還有沒有王法了 好大的膽子 在江南 還沒人敢這麼欺負我宋凯的朋友呢 讓我看看 是誰吃了熊心豹子的啊 啊 小美人 跑哪去了啊 啊 讓哥哥好好討愛討愛你啊 哈哈哈哈 大哥 你看 這幾個姑娘 一個比一個水靈 三個今晚又浮了 哈哈哈哈 就讓我 一個一個爽一爽 哈哈哈哈 大哥 你還是不是個男人啊 到什麼時候了 開個心思在這吃東西啊 江峰 你看看人家這麼少 你看看你 幾個紅包 呆笑鬼 你就不是個男人 啊 我不管你們倆是混囊的 但是今天 你們兩個欺負我宋凯的朋友 那就不行 現在 立刻 馬上給我朋友跪下磕頭道歉 要不然 我讓你們兩個吃不了兜著走 聽到沒有 小憋三 你什麼玩意也敢威脅我 你怎麼敢打我 你知道我爸是誰嗎 我管你爸 誰呢 這片地兒都是老子管的 你什麼東西敢跟老子叫喚 打 狠狠地打 你們 你們敢打我 我爸是故事集團的副總 我到時候讓他們弄死你們 故事集團副總很了不起嗎 那你知道我老大是誰嗎 有本事你說出來 我讓我爸 把你們 大哥都整死了 我們老大是七星堂堂主 龍武爺 龍武嗎 七星堂堂主 江南地下之我 龍武爺 這下去啊 小張啊 怎麼不小張啊 大哥誤會 這都是誤會 我爸 和你們大哥 是兄弟 咱們都是自己人 誰他們跟你自己人呢 你也配 對對對 我不配 大哥 你們大人不就小人過 把我放了 我一定有重獻 現在 我們想玩你朋友 你還有意見嗎 沒有沒有 大哥你們儘管玩 小弟 給大哥把把關 滾一邊蹲著去 這小妞兒比剛才那個水靈 我先來 誰給你們的膽子 敢在我面前修章 小子 居然敢跟我們動手 你知不知道我老大誰啊 江峰 你瘋了 他們可是龍武爺的人 那可是江南地下之王 是我整個江南的黑色產業 說是有打手术啊 連我顧家都在禮讓他三分 龍武他算個屁 你信不信他看到我會嚇得 連話都說不出來 江峰你不裝逼會死啊 就你個窮逼臭小子 人龍武爺一隻手 就能把你給捏死啊 好小子 敢威脅我們七星堂的人 還沒出聲呢 狂是吧 好啊 你等著 我們龍武爺正好就在樓上 我這就打電話讓他下來 我看你怎麼死 現在就打 我倒要看看 這個龍武是怎麼讓我死的 好小子 你就等死吧你 大哥 這件事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這也太可怕了 都是他 都是他說龍武爺的壞話 你們要找就找他 我們跟他不認識 就是 都是他找死 跟龍武爺有關係 小玉 江大哥剛才才救了你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 龍武爺 你不懂 龍武爺是什麼人 他執業的最有盛力的大佬 江峰得罪的龍武爺 必死無疑啊 誰啊 敢在我的地方鬧事兒 還敢動我的人 活膩們了 武爺 就是這個小子 不僅打傷了我們兄弟倆 還口出狂言說你來了也怕死 簡直是太囂張了 我們七星堂 什麼時候受過這種委屈啊 好大的狗胆 今天有一個算一個 一個都別想活著出去 武爺 這件事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您就把我們當作屁給放了吧 這是個什麼玩意兒 在江南有個規矩 合作我七星堂 斷手 打我七星堂的人 斷腳 而且敢罵我的人 要掉死他 江南就說完了 他必死無疑啊 敢跟我搶女人 這回你得罪了龍武爺 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讓你死了 我就狠狠地玩弄你的女人 龍武 你還真是好了 傷疤忘了疼啊 這不是 你準備怎麼死了 臭小子 你懸敢直呼我們武爺大名 你知不知道我們武爺是七星堂他們主啊 你個混蛋 江南也是你敢罵的 小五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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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來了 怎麼 怎麼會這樣 烏野 您真是幹什麼 他一看就是個沒本事的臭屌絲 你讓給我們搁幾個上去 三兩刀給他剁成肉醬 再把他邊兒上那個女的搶過來 讓我們兄弟一氣爽一爽 把他玩弄死 来人 把这个得罪将冶的人 先拉出去做头肉片 武燕 武燕 我是自己人的武燕 武燕饶命啊 武燕 还不会想 龙武 之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再敢犯事 你死 怎么 帮我说的话当耳旁疯了吗 将冶说错 是小的没有看好下边书 得罪了将冶 还请将冶再给小的一次机会 这还是那个危险江南的龙武燕吗 今天月亭在这儿 我就放你一马 再一再二不再三 再敢犯事 死 七星堂 灭 谢将冶不杀人 谢将冶不杀人 谢谢 还不过 以后再敢干这种骑蓝霸余的事 不用将冶动手 我弄死你 走 各位贵宾 这是本店珍藏的 路易十三黑珍珠 龙武爷特地吩咐我 拿来给几位赔罪 另外 龙武爷说了 今日所有消费 均由龙武爷买单 各位慢用 别停 我出去办点事情 马上回来 爸 你男朋友到底什么来历啊 为什么龙武爷对他这么恭敬啊 对啊 你一直没见你介绍你男朋友 他怎么这么厉害 他是不是有什么来头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江大哥是刚退伍回来 还没找个工作 他就是个强奸发 不过是个废物 怎么可能有什么大来头 可是龙武爷好像很怕他呀 这 这是肯定有古怪 说的没错 龙武爷连我顾家的面子都不给 怎么可能会怕一个江家的妻子 还是个一无是出的废物 我还是觉得江峰不可能有这么厉害 我先出去一下 爷 你怎么出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需要 你需要什么支一声就行 我就给您办 保证您满意 我没有吃饭不给钱的习惯 也从不白拿别人的东西 拿着 爷 你来小人店里玩 是小人的荣幸 怎么能收你钱呢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你别婆婆妈妈的 是是是 我发现了 我发现江峰的秘密了 小月 什么秘密啊 我刚才看到江峰的龙爷塞钱 塞钱 没错 我刚才看到江峰悲攻屈膝的给龙五爷塞了一瓦钱 这要说明什么 这要说明江峰是花钱贵求龙五爷才放过我们的 结果他还在那打肿脸充胖子 装自己有多牛逼 小月 张大哥不是这样的 怎么不是啊 我刚才亲眼看到江峰在身上摸了半天 才猜出一点钱送给龙五爷 肯定是这样的 我就说嘛江峰那个废物怎么会让龙五爷退 原来是求爷爷杠奶奶花钱平事啊 装什么大人物 我刚才都是没把我爸抬出来 要不然龙五爷都得给我跪下来磕头 肯定的 肯定的那是 我还以为江峰有多大背景呢 原来啊 不过如此 他一个强奸犯 他能有什么本事吗 某些人呀 没本事 还学人家装大了 骨子里竟是些下三滥的东西 你们这是说谁呢 说谁 说你呢 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跟这种人待在一起啊 我都觉得丢人 走 我们去下一场 我请你们吃宵夜 好 好好 小的 这次算你早运 下次 可就没那么好运 到时候 我让你知道得罪我宋凯的下场 他们这是怎么了 江大哥 他们说 你是给龙五爷塞了很多琴 给他跪下求情 他才放过 你相信吗 我只相信 谁让我们去哪 还是离他们远点吧 哇 宋笑 这是你新买的车啊 这个好像是奥迪A6 奥迪A6R 我爸新给我买的玩具 怎么样 真好看 这一定花了不少钱吧 没有没有 也就八十来万吧 八十 八十 快来快来 这不就是 男的罗夫 五十五周年信念版的 路鬼子吗 全球现在只有实态 到底是怎样有品味的男人 你才能开启这辆车 这个车呀 其实跟我这个车是差不多 也就是牌子鬼 我爸就有一辆 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月婷啊 你这腿脚也不方便 要不然 我送你回去 谢谢 我不需要 不劳烦您了 我有车 能送月婷回去 你这个飞舞会有车 什么车 不会是共享单车吧 麻烦让一让 谢谢 这是你的 明日万众瞩目的江南王 上任两江总督仪式 将与王府会馆举办 就在今天 总督府已进驻王府会馆 进行最后的检查布置 各方势力齐驱江南 为江南王贺 一日凌晨 南京战神叶乌梯 驾临江南 亲自为恩施江南王 主持上任仪式 帝都大臣也是天家圣令 遇在明日 为江南王受险策封 王爷 您和月婷小姐 明天上任仪式所用的礼服 已经准备好了 好 辛苦了 还有 师弟院无敌 已经到达江南 属下这个去接他前来 拜见王爷 等等 这么多年没见 这小子在南京 也算是功勋卓越的一方战士 今天 我就卖他一个面子 亲自去接他 走 小月 准备一下 南京战神叶无敌 尚未已经驾临江南 我要亲自去拜见 啊 顾总 呀 没想到你这小丫头过一次生日 还收到了不少礼物 这是 永恒之星 怎么会有人送你如此珍贵的珠宝 顾总 这是个假的永恒之星 假的 这个混吃混喝的废物 在地摊上给我买的房匹 不对 这是真的 这上面的纹路 还有这宝石的光子 绝不可能是假的 这就是出自欧阳一大师的真品 顾总 你说什么 这是真的 怎么可能 废物怎么可能把他进王之星 废物 你说的是谁 啊 没谁 没谁 行了 把东西收好 马上跟我去机场 接见战神大人 这可是军中无敌的统帅 若是耽误了 我们顾家的生死 全在他的一念之间 你没了顾总 我马上安排 表姐 一会儿见了战神大人 你能不能让他在总督府 给我安排个一官半职的 这样我的将男就能横着走 收起你那点小心思 我们这次来拜见战神大人 是希望通过他来搭上江南王的关系 只要我们顾家入了江南王的眼 就能飞黄腾达 到时候想要什么都有 明白了吗 知道了 表姐 那不江峰那个废物 江峰 江峰 他们喊你呢 你聋了你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这话我还想问问你呢 你们在家好好吃你的软饭 到这儿来干 我过来接人 怎么 方方 接人 放屁 我看你就是对我表姐小龙飞飞 所以就学吃饭 过来跟踪我表姐 变态 真他妈 呸 宋恺 嘴巴放干净了 你还敢威胁我 没有呢江峰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我之间身份悬殊太大 想通过这种装作偶遇的方式 来引起我的注意 只能说你太幼稚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这一会儿会有大人物来降临 不是你这种人能多呆的 小凯 我们走 听到了没有 再让我发现你跟踪我表姐 不弄 南越各国蠢的愚动 怕是有些耐不住计划 你去告诉他们 都给老子老师的 别打扰了本帅参加师尊的上任仪式 不然 建议亲自去他们的王都走 是 师尊现在何处 我亲自去拜见 回大帅 王爷进入江南后 并未接见江南百官 王爷命青唐大将 在天子圣居购买了一处房产 师姐轻疑 那师尊的安全就不用担心了 小囊突 我师姐打我个四个 就像捏小鸡子儿一样 对了 师尊的上任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 告诉总督府 一切按照最高规格去办 差一点 这可是要杀人呢 是 属下马上去办 启禀大帅 江南顾家大小姐顾明珠 想要拜见大帅 一个区区江南的三流家 什么嘴巴叫 大帅 顾家大小姐说她有一份大礼 希望借大帅之手 呈给江南王 献给师尊的大礼 带她来见王 是 江南顾家顾明珠 拜见战神大礼 江南第一名员 顾家千金顾明珠 这是小女 头发献给师尊的大礼 在哪儿 回战神大人 小女本人 就是要送给王爷的礼物 顾小女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战神大人明鉴 小女不敢 小女知道江南王至今未曾婚娶 人世单身 虽然小女的家世和地位 不及王爷的万分之一 但自认 凭小女的美貌 举整个江南三省 也唯有小女 才是王爷的良配 继续 而且 让小女成了江南王身侧之人 到时候对战神大人 也是有天大的好处的 顾小姐 这眼的确有几分姿色 给我师尊暖床 也够资格 这些事 我会如实禀报给师尊 多谢战神大人成全 小女子感激不尽 等我成了江南王身侧的女人 顾家 何愁不会成为江南最大的家 弟子叶无敌 拜见师尊 无等 拜见江大王 都起来吧 谢王爷 师尊 多年未见 你还是那么英俊帅气 气度非凡 少来这套 你多干点正事 比你拍马屁有用多了 我听说最近 南越各国有点不老实 师尊请放心 弟子是绝对不允许 他们有一丝一毫的 侵占我大侠的利益 南越各国敢成兵杖者 弟子是戒绝小便 不错 你记住 南有侵犯我大侠 不敬者 咱 南有侵犯我大侠百姓者 咱 南有成兵过境者 咱 莫想 请尊王爷 行了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看你没有懈怠我就放心了 走了 师尊 别着急走啊 弟子 给你准备了一份 大礼 就在楼上总统掏房 大礼 这小子究竟给我准备什么礼物 这么神神秘密 什么情况这是 谁 王爷 小女子 伺候王爷 我 我 清风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这个臭流氓 你这儿敢亲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大姐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是你抢我的我 耍流氓应该是你 你住口 宋凯说的果然没错 你就是个变态 你不仅一路跟踪我到这儿 还趁我不被尾随进来 想要对我图谋不轨 果然 狗改不了知识 当了一次抢劫犯 你就一辈子都是抢劫犯 顾明珠 你有点太高看你自己了吧 真以为所有的男的都会对你图谋不轨 我再说一遍 是你自己扑上来的 要说图谋不轨 那也该是你 你放弃 我堂堂顾氏集团总裁 顾家千金 快去抱你这种社会人渣 强奸犯 你做梦呢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 我现在可是江南王的女人 我现在可是整个江南三首最尊贵的存在 你要是敢对我无礼 保证江南王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江南王的女人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我跟江南王恩爱有加 需要让你这种废物知道吗 宝安 有坏人闯进来 你们赶紧来啊 快来抓人 不是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你滚 你给我滚 变态 你滚 不可理喻 站住 你站住 不要跑 喂 清唐 现在立刻 马上把叶无敌那个逆途给我抓回来 对 是抓 师尊 师弟已带到 师尊 神速啊 这么快就完事了 师尊玩的挺花呀 怎么样师尊 弟子这份礼物满不满意啊 师尊 弟子哪里错了 你直接说 我肯定敢 吴迪啊 以后呢 不要再自作聪明了 这次 我先饶了你 再有下一次 我就隔了你的职 把你放到炼狱山 开一辈子监狱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起来 交代你一件事 师尊吩咐 弟子 万死不辞 帮我准备一下 明日 我要在上任仪式上 像一个对我而言 如同生命一般重要的女人 求婚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弟子 马上就去办 月婷 我会给你一个无比盛大的婚礼 师尊要求婚 他跟谁求婚 难不成是顾明初 不对啊 他俩才见了一面 师尊要娶他 这件事一定得办妥当 他俩是因为我才在一起的 这件事又是办成了 我可是大功一切 飞车 去顾家 江峰 你居然敢怪我的好事 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大小姐 我不是说了 不准来打扰我吗 说 什么事 大小姐 门外通话来了一群人 为首的是南京战神业无敌 来拜见大小姐 你们找死吗 知道是战神大人前来 还不把人迎进来 居然还让人在外面等 还拜见 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 那可是一怒之下 能血洗万里的义军统帅 来人 打开中门 跟我迎接战神大人 明珠见过战神大人 战神大人于尊降临顾家 顾家不胜荣幸 顾小姐严重了 无敌 此次前来就是来看望顾小姐 另外 师尊对顾小姐今天的表现 很慢 不怕战神大人笑话 小女在酒店等了一天 并未见到王爷 反倒是见到了一个令人厌恶之人 没见到师尊 无妨 肯定是师尊早就到酒店 在暗中观察顾小姐 总之师尊是很喜欢顾小姐 并且提前吩咐我 要在明天的上任仪式上 向顾小姐求婚 什么 王爷要向我求婚 战神大人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我还提前准备了礼物 同上来 这顶王冠 名叫做凤铃 是南越各国的组团之宝 是由极其稀有的赤金打造 并相有999颗坦桑尼亚的钻石 恰之连城 这件顽礼服 名叫做星月 是由全世界紧击设计师 设计制度而成 全世界 名字一见 这些啊 都是无敌 送给你的一些小礼物 希望明天的上任仪式上 顾小姐定要圣装出 不要辜负了师尊的一番毕业 战神大人放心 小女明日定会惊艳全场 绝对不会给王爷丢人 好 那明日之后 我是不是就应该 称呼顾小姐 为师母 不敢 战神大人身份尊贵 若小女真的嫁给了王爷 绝对不会忘了 战神大人的恩德 好 那我就不打扰顾小姐了 顾小姐 早点准备 明天的上任仪式上 还有天大的机遇 在 陈你 恭送战神大人 来人 准备婚纱 珠宝赏事 现在就要 江南王上任仪式之日 就是我顾明珠 亦飞冲天 奉于江南之时 怎么样 江海基团解工了吗 工程师不可以复工了 说话呀 你哑巴了 总统府的人还封锁了江海基团了 跟我说没有江南王的命令 咱们江海基团 不光不亮 为什么呀 我们不是已经按照江南王的命令去做了吗 那帮泥腿子我们也很恨的教训过了 江南王为什么还要死死盯着我们江家不放呢 你看明天不是江南王的上任仪式吗 咱们江家不是也收到了总督府的邀请来吗 咱们明天亲自去面见一下江南王 再问问到底怎么好 问还是要问的 毕竟江南王一旦上任 他便是江南的公主 我们必须讨好江南王 为他马首施展 可现在江海基团一天不解放 我们一天就亏好几个亿 那怎么办 还好 走 跟我去见一个人 不是吧 这么晚 我们见谁去 去见一尊庇佑 我江家多年哪 你是说江南王让总督府封了江海基团 逼着你们给一群泥腿的道歉 结果你们道了歉 总督府仍旧不让江海基团复工 是啊 宇大人 您可得帮帮江家 我们也不知道哪得罪了王爷 让他如此针对我们 况且江海基团也有您的份子 要是还不能开业 江家就没法再孝敬您了 新冠杀人三把火 他江南王第一把火 竟然杀到我的头上 好 我就帮你们一次 于一去给总督府打电话 就说是我李振山的命令 解除对江海基团的分火 多谢于大人 大人 总督府那边也去为难 担心江南王这边会不会 怕什么 这江南王只不过是一条火江龙 还压不过地头蛇 我经营江南27年 这江南三省之地 就是我的掌中物 坐下主 解封 于大人令 你中江海基团 也 中江海基团 于大人 您的大恩大德 我江家上下 用事不忘 从今以后 我们愿为于大人干脑涂地 还有一件事 我听说江万里的儿子江峰 回来了 记得当时我给你的命令 是江万里父子一个不留吧 于大人明鉴 那江峰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县风街亦是一个废人 还掀起什么大浪 我江家随随便便就能拿捏他 江景泰 是谁给你的勇气 敢违抗我的命令 别忘了 江万里是怎么舍的 若被江峰发现真相泄露出去 白色难受 于大人你心目啊 小人知错了 小人知错了 我马上就去处理了江峰 绝不会影响于大人 先求大业 滚吧 是 大人 区区一个江家妻子 何不判手下进去 你也刷了 不用 我还有一件大事要你去办 我累了 来我休息吧 师尊 总督府突然违背了您的命令 解除了对江家的封锁 听说是总督府复都督与镇山亲自下的灵 没有想到 这江家的背后 还有这样一尊大佛 总督府的副都督庇护他们 怪不得他们能横行江南三省这么多年 清堂 去准备一下 明天的上任仪式 我要好好会会他 是 月婷 你真美 江大哥 你让我打扮成这样 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你不是想看看盖世英雄江南王长什么样子吗 今天是江南王的上任仪式 我带你去一睹他的风采 江大哥你别开玩笑了 我们怎么可能去了了江南王的上任仪式 又没有邀请韩 我没有开玩笑 我说能带你去 就一定能带你去 走 江大哥 江大哥你别闹了 警察 抽会长 抽夫夫人 你们也来了 快 里边请 是小赵啊 怎么 今天这个大场面是你操办的 能为王爷办事啊 那是我的荣耀 好好好 我就先进去了 回头聊 好 来 您里边请 这以后啊 我就是王爷的座下之臣了 这整个江南呀 这还不是任我遨游吗 知道 哎 妈 香香 哎呀 这仪式都要开始了 你们怎么才来啊 哎呀 路上堵车了嘛 耽误了一点时间 这个 这就是王府会馆 对 我的妈呀 这也太大了吧 嗨 这王爷是什么身份啊 这上任仪式啊 都是按照最高规格来办的 我啊 还担任上任仪式的迎宾室 在这里 谁能进 谁不能进 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嗯 这边你真厉害 好好好 我的好女婿 一会儿啊 你们就跟我进去 保准啊 不会有人拦你们 江大哥 要不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 江南王又不会吃人 江大哥 你能不能不要说胡话了 像我们这样的人 是没资格来这种地方的 月亭 相信我 进去看看 况且我还在里面 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走吧 温月亭 你们怎么来了 大姨 了解 月亭 今天是江南王上任的大日子 这来的都是高官精英 甚至是大家族 你们这些小门小户的乡线人 跑过来干嘛 就是 跑过来丢人嘛 你们都能来 我们凭什么不能来 你能跟我们比吗 我们家志高啊 是王爷上任仪式的迎宾室 谁能来谁不能来 都是我们家志高说了算的 哼 小子 没有邀请函就不能进去 这个规矩你不会不知道吧 哦 还是说 你想要混进去 我劝你快省省吧 看见了吗 风云味啊 他们可都是带着真家伙的 你要是想混进去 那么你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所以啊 我劝你赶紧老老实实的滚回你的乡下去 这种场合不适合你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档次 就想跟我们一样混上流社会啊 真是不知道 清高挺后 没有邀请函就不能进 是针对于你们几个 而我 就算没有邀请函 也能光明正大的从这扇门走进去 没有邀请函就不能进 没有邀请函就不能进 是针对于你们几个 而我 就算没有邀请函也能光明正大的从这扇门走进去 江大哥 我们还是走吧 他说他没有邀请函也能进去 你可真能吹牛逼啊 你以为你是江南王吗 没错 其实我一直没有说 我就是江南王 所以这江南三省就没有我进不了的地方 他说他是江南王 你要是江南王 那我就是天王老子 月婷 我求求你了 快叫你老公去医院看他脑子吧 是不是烧傻了 还是说天生就是个傻子 江大哥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能不能别闹了 别怕我们走 我看你是不见光彩不掉泪是吧 行 我不拦着你们 来让他们走 我看看他们到底能装到什么时候 现在我得 我得太像了 你不要跟他们之秀 相信我 哟可惜喽 要找女婿就得找我们家最高这样 要看上江峰那样神经历 他就得连累全家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这这怎么可能 他们两个怎么能进去 四哥 你说话呀 邀请函 你瞎了你的走影 我老公是王爷的迎宾使 你竟敢问我们要邀请函 闭嘴 二人大人 我是总督府派来的迎宾使 按理说 无需邀请函 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上任仪式的 这怎么 邀请函 你们两个臭看门呢 那两个乡家人进去不来 你们拦我们想死是不是 不知道我老公是总督府的人吗 而且现在身受江南王的信任 我欠你们实际要赶紧让我们进去 不然我让我老公把你们拉去兜变 嗯 让你 怎么给我闭嘴 五三八 你是不是嫌我活的时间长了 天啊 那个 还没打人 输罪输罪 胆成女人 我这儿没有见识 最后再警告一次 没有邀请函 速速离开 我们走 我们走 走 找这个你什么意思啊你 不妨我笑着他们还打我 你要死 哎呀够了 你要是无法死了 你再多说几句 看我们这托运队 能不能把你伤手伤众 一声视听 我们这狗脑子 我们想要有司法战区之上 帝国最强的国际属性 你竟然由我导人 就挂探了 那凭什么 我一天那帮穷鬼能进 我们不能进啊 从哪出了问题 江大哥 我们 我们真的进来了 你是怎么判断的 我都说了我是江南网 能带你进来不很正常吗 江大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在说胡话 这又是被江南网听见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唉 现在讲实话都没人信了 走啊 顾明珠 恭喜啊顾小姐 如今顾小姐被王爷看中了 那顾家自然也就成了王府的外妻 一飞冲天指日可待啊 没错顾小姐 日后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 将来有好事也得提醒提醒我们 各位放心 如今顾家已经跟王爷是一体的了 你们既然是顾家的朋友 那自然也是王爷的朋友 明珠绝对不会忘了各位 这些年对顾家的关照 借顾小姐提言 来 让我们共同举杯 为顾小姐喝 好 恭喜顾小姐 叫什么顾小姐啊 今后都得叫夫人 叫南王夫人 哎哟 我这脑袋 口误口误 来 让我们再次举杯 为江南王夫人喝 为江南王夫人喝 多谢 多谢 小月 仪式结束之后 马上安排几辆车 送各位贵客回府 千万不要让人觉得 是王爷不懂待客制的 是 另外 马上安排一些顾家的人手 全权接手王爷的上任仪式 这自家人的事情 还是得需要自家人办起来 才妥贴 明白了吗 好的顾总 我马上去安排 月婷呢 江峰 他们怎么在这儿 江峰 顾小姐 有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像你这种人 是没有资格来这里的 说吧 你混进来是什么目的 谁说我是混进来的 我是光明正大走进来的 胡扯 没有邀请 喊你怎么进得来 小月 马上去风云卫那里 查查接客名单 看看有没有江峰的名字 要是没有 就让人把它给打出去 是 获小姐 赵小月 我们 我们只是进来看看 看看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可是江南王的上任仪式 是整个江南三省最重要的场合 这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 你也知道这是江南王的上任仪式啊 但我看你一指气使的样子 好像是你的上任仪式 说的没错 今天呢 也可以算作是我顾明珠的上任仪式 什么意思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家顾总 现在可是江南王的女人 而且今天江南王还会在上任仪式上 向我们顾总求婚 再过一会儿 我们家顾总就是江南王夫人了 你说 我们顾总算不算是这里的主人 你说什么 江南王夫人 江峰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都不死心 包括上次跟踪我 也是对我旧情未灭 但是呢 你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如今你只是一个身无分文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乞丐 而我呢 不仅是顾家的千金 现如今更是尊贵的江南王夫人 你跟我之间 早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听到没有 以后少来纠差我们家顾总 难道江大哥真的一直忘不了顾小姐吗 叶无敌是怎么搞的 是要跟顾明珠求婚 月婷 你听我 这不是我江家赶出去那条废口吗 啊 这不是我江家赶出去那条废口吗 怎么 你这个废物还想赖蛤蟆吃天鹅肉呢 还尝尝人明珠 小心江南王把你抽筋八皮 哈哈哈哈 这个废物在这儿干 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赶紧给我滚出去 江景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给你的七天期限已经到了 怎么至今都不借你来向我赔罪 放肆 黄安夫一有被人伦的畜生 你有什么资格用这种态度跟我讲话 就是 你他妈是什么东西 敢让我给他们道歉 告诉你江南 你的七道 得罪你江南 你活不成 很好 希望一会儿你们还能这么嚣张 我很期待 到底是我的死气仙道 还是你们父子俩的死气仙道 你 守护父父孤 余大人生 余大人 顾小姐还真是名不虚传 今日一见 当真是美人清晨 小女顾明珠 见过余大人 无许多礼 江南里的儿子江方 总督府二把守 余震山 放肆 余大人的名讳 其实你这种人可以知乎的 既然已经是丧家圈了 你就应该继续在外面流浪 不应该回来 回来江南 你活不成 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 唯一的优点就是 命硬 果然和你父亲一样都是硬骨的 不过硬骨头大多都没有好下场 看来 你要布你父亲的后尘呢 余大人 你请 靠死你 得罪了余大人 他让你死 你可真就活不成了 严实快走吧 这不是你能多待的地方 江大哥 你别担心 还有我陪你 没事 我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 坐吧 江南王马上就要来了 我给你的准备的礼物 也马上要到了 各位 今日 来是恩师上任两将 大喜的日子 现在 让我们龙宙请出 大下注使 帝国居神 江南王 江南王 你干什么会坐下 江南王要来了 别冲撞王爷 月婷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委屈 也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辱你 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尊贵的女人 今天 是时候来兑现我的诺言了 小叔叔你干什么 这是你能走的吧 赶快给我滚下来 你脑子是不是不灵啊 真把自己当江南王了 这不是江家的那个强奸犯江峰呢 谁知道呢 这大好的日子 混进了一个傻子 一会儿江南王来了 有他好受 江峰 你在干什么 你居然敢玷污王爷的圣道 你不要命了吗 来人 把他给我赶走 打断腿丢出去 你说的不错 我们早就不是同一世界的人了 弟子南部统帅 南京战神 也无敌 参见王族圣安 我将参见王族圣安 起来吧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他绝对不可能是江南王 这不可能 这 正是道 战神家圣义 大业三年 江南王江峰 力战东窝贼寇 守奉标题大将军 大业四年 江南王孤身入西境 受负十八国将预 守奉西境大元帅 大业五年 江南王创建风云位 率军扫兵南京叛乱 大业六年 江南王攻入北京 一力战决北京三十六国大军 仰我大下国威 此为盖世功勋 忠忠拙张 天家倾孝 江峰进寻祝国大元帅 封往江南 完拜两江总督 在下 替天家 向王爷祝贺 告知天家 江峰在雨 江南三世 绝无插足 江峰在雨 愿为这大下盛事 镇守国门 此不选择 立查 王作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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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出于圣 风阵江南 王作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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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这可不可能 只不过是我江家的棋子 他怎么能使江南王 放肆 既敢当初 污辱王爷 暗律当初 来人 有 我没有吧 别 别 江 小峰 怎么 江家主对本王 有意见 不 王爷 小人不敢 小人不敢 只求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帮我们复杂人一吗 一家人 当初你江家污险我强奸 把我打断腿 赶出家门 可曾想过 是一家人 什么 江峰强奸是江家主在赃险害的 这怎么可能 你不想活了 竟敢直呼王爷的明怀 没想到 江家主为了家主之恩 竟然干出这种惡心的事 真是真意 这个东西 是人之面部之心 王爷 当年的事是我的错 我为了家主之恩 才出自下色 一强奸之罪 诬陷了你 我知道 死我了 我回去 我 我现在 我现在就叫真相公主于众 管了 我已经给过你七天的时间 可是你不能珍惜 过到临头了才想到后悔 没机会吧 风云卫 走 江景泰霍国殃民 江天号欺压良善 暗律严惩 江家江海集团 营业 资产充公 带走 带走 快走 余大人 对这件事情 还有什么问题吗 很好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江峰就是江岚 江岚就是江峰 江峰 当年的事 是我做错了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知道 你还爱我对不对 你今天所做的这些 都是为了想要给我个惊喜 你是想在这里对我求婚 对不对 江峰 我们和好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顾明珠 你爱的是江南王夫人这个称号 不是我江峰 你我的缘分 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断了 从今以后 好聚好散 月婷 我让你等了整整五年 我知道 这五年你受了不少的苦 我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去补偿你 我有用我的一生 去呵护你 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月婷 嫁给你 嫁给他 嫁给他 行不行 说句话呀 那么多人看着呢 我愿意 不要 姚风 你是不是眼瞎呀 你放着我这个白天鹅不娶 你却自甘堕落的娶这种丑小丫 我长得比她美 身世比她好 能力比她强 你凭什么娶她不娶我 我到底哪一天比不上她 你说话呀 我温月亭 愿意陪着姜大哥同甘共苦 哪怕再穷困 我都在 我愿意陪着姜大哥死而同地 无论有多艰险 我都会站在他的身体 我从不在乎姜大哥 能给我怎样的荣华富贵 我只希望 他能再克服你 第一个行情 是我 把顾小姐带下去 江峰 你会后悔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今天是本王的上任仪式 我给诸位在前厅备了酒宴 诸位不醉不归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 感到佩服 我在这里 驻江南王腾城办理 心向市场 把清堂给我叫了 师哥 你有啥事 你就吩咐我 麻烦师姐干他 那倒吧 本王可不敢再用个办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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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护刺人 也彻底没了活路 谁能想到 那个废 那个废物 他居然会是江南王 唉 唉 还请余大人出手救救我 不求能在江峰手里夺回整个江家 只求您能出手 不求死二人 是啊 余大人 我求救你 救救我 那不然我们二人都在死在江峰那个杂种的手里 嗯 江家主这么快就放弃了 江海集团的百亿资产 你整整用五年时间才稳住了位置 就这么轻易的动手让人了 直到如今又能如何 就凭我们夫子二人如何跟江峰斗 他可是帝国的亲王江南之主啊 不妄就能怎么样 如果 我是说如果 那江南王出了愉快 这不是还针对你们的暴行动 也就冤枭大恨 余大人 您是想让我们去刺杀江南王 妈 这办法可行啊 只要江峰死了 那我们不就什么事都没了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 他就是我江家的一条狗啊 凭什么能是江南王 因为比我还要狗 我不服啊 你我闭嘴近的江峰 早已不是昔日的江峰 咱们嘴到今天这个位置 可就是和和战功 其实你想提兵 余大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妥吧 江峰他可是帝国清风的江南王 他要是出了事 我江家同样要灭临灭顶之灾啊 谁说江南王的死会和你们有关系 他可以病死 可以突发恶极 事后我会封锁江南三省 那江南王 应允训 江家主 你可以要讨论清楚 江南王不在 你仍然是江家的家主 江海集团的损财 若是江南王还在 恐怕你们复杂而生下半 这些子能在 写一个子 八字八字 余大人 这件事情影响太大 如否如你 我们考虑 好 你们够这两个 哎 啊 我就任江南二十七年 为了两江总督的位置 我奋斗了二十七年 本来以为这次能够成功的晋升 牢牢的把江南三省掌控在手上 没想到天降一个江南王 还破坏了我苏苏 我苏苏准备二十七年的计划 所以啊 鱼 他不能 他绝对不能 我 属下明白 爸 您刚才为什么不答应鱼大人呢 这可是最好的机会了 你傻呀 我们现在对于余震山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下去了 把我们砍枪死去和江峰镜碰镜啊 然后做出约翁之力 那就碰啊 咱们江家在江南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实力 我就不相信 那么死就做那个杂种 你动动脑壶 好好地想一想行不行 那是帝国清风的江南王 能坐到这个位置上实力绝对不如小觑 实时你想杀就能杀他 爸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错过这次 咱们以后再也没有翻身的余爹 以后余生 咱们爷俩只能在监狱里渡过了 您要想清楚啊 如果是天意 好 那就拼你吧 天后 你做清好了 要动所有的资源 现在国外最好的雇佣兵 那也是全权交由你来指挥 你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能小瞧了那个江峰 十字伯通 必尽全力 不能答应 千万不能答应 你放心 爸 我这次一定会把江峰那个废物捏死 一个小小的江峰而已 有什么可怕的 不就是炸了江南王的名字 以我的本事 就算我去了北京 我也一样能从王 王爷 您让我查的余振山已经查清楚了 说 余振山 先后任职于江南都立司 江南巡检司 江南总督府傅都督 在任职的这二十七年间 与江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 在江海集团内 有着余振山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将近他每年也会给余振山 送达十五亿的礼金 这江家都快成他的铁饭碗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 余振山在任职傅都督之时 是两江总督有力的竞争人选 就在他认为自己能够成功上任之时 王爷宁却突然空降 成为了新任的两江总督 以至于让余振山再难寸进半步 那岂不是说 我来了 相当于砸了他余振山的饭碗 还一下子砸了两个 去准备一下吧 今天晚上估计会有客人上门 是 是 大家估计会有客人上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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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军人的耳朵 雷下的境界必须要脱路 军人目标后 干啥无乱 小党 开火 我好 我上 快撤 都把枪放下吧 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 开火 江天昊 谁给你的勇气 赶来我家自杀我 是你 你怎么还没死 行吗 这些都是古文字金瑞的雇佣兵 金瑞 想杀我的人多了去了 能做到 还没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你是江南华 我就怕了你 我可算于大人 得罪了于大人 我保证让你和你爹一样死得很惨 什么 我爹的死和于震山有关 没错 你爹就是于大人弄死了 怕了就跪下来跟我认错呀 真以为你这个废 当江南华 还不是得被我轻松呢 清藤 在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十分钟之内 挖出他与江家 于震山 还有我父亲所有的秘密 是 你干什么 走 别让他放在我 王爷 都问清楚了 说 据江天昊交代 您的父亲 是被于震山和江景泰 毒害而亡 毒害 可笑我当初 还有我父亲 是病重 原因呢 江景泰 是想要江家家主职位 于震山 要的是您父亲手里 江家组成的秘宝 回龙保喜 继续说 我要知道 他们都干了什么 据江天昊交代 于震山 早在五年之前 就想要在江南 自立为王的打算 但是 他那时候的准备并不充分 知道 他知道了江家有秘宝 回龙保喜 据说 得此保者 可得大齐云 于是他就联络江景泰 以家主职位诱惑他 并且 让他毒害了您的父亲 自他上了之后 江景泰 就把魁龙保喜 和江家半数财产 都给了他 奉他为主 好啊 好一个任贼作父的江景泰 好一个阴险 堕拉的于震山 你们 你们都该死 请王爷下令 属下并轻率风云位 诸杀于震山 及其党羽 请说江南总督府的败类 是我这个两江族 以江南王的职责 他们 若有本王亲自杀 清泰 属下在 被车 去祖都府上任 王爷 到了 那就走吧 属下陪王爷一起上去吧 不用 你派人守好 所有的出入口 一个都不能离开 王爷好 王爷好 动手之前 我先确认一下 还有人还想下去吗 动手之前 我先确认一下 有人还想下去吗 要用击杀种 让你们独族上来的咱那 更许将家伙击杀在后面 是 是 你们不是总督府的人 看来于镇山还有点手段 但池蟹擅闯总督府死罪 于镇山于大人 别躲了 我们聊聊 于镇山呢 于大人已经走 省省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过来只是找于镇山的 告诉我于镇山在哪 于大人 唯一的王 我没死 何必要 于大人 他是 神 欺骗王爷 被派去保护温家的钟永伟 突然来报 约亭小姐 失踪了 你说什么 属下办事不利 请王爷责罚 喂 约亭 你现在在哪 江峰 看来于一 果真不是你的闺人 也是 以你宗师之情 要杀于一 还是轻而易举 于镇山 别急了 你的女人可在我手 要是不想她出事的话 就一个人到城外 梁山来见我 这儿可你别离他 你千万别过来 变停 变停 记住是一个人 喂 喂 清唐 属下在 召集风云卫 进驻江南 封锁梁山 是 王爷 出事了 江南三省突然出现了很多名不明身份的攻击者 风云卫们暂时无法进入江南 都被封锁在了外面 而我们在江南的风云卫 持有不到三百人 那就召集这三百风云卫 随我进军梁山 王爷不可 三百人太少 很难保证王爷的安全 请王爷恩准 属下率领三百风云卫 即刻前往梁山 既然是死 属下也一定会救朱温月亭小姐 去办 是 就凭你 铁配跟我抢江南王夫人的位置 灯 你接着灯啊 等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我看你拿什么灯 把刀给我 听众 人人吧 没有余大人 还不 参见余大人 参见余大人 余大人 余大人 来了 余大人 什么来了 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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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人 让你一个人来 你竟敢食言带着手下过来 难道不怕 你的女人死在这里吗 哼 别做梦 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 你震山放了月亭 我能留你一句全诗 江 我很配合你的勇气 在这点人竟敢跟我来决战 江 余大人可调动的手下有十万之重 能带着雪酒区区三四 我们一人一口突破都可以淹死你 江 江峰 我知道你是在拖延时间打算等风云尾突破防线来支援你 但我劝你还是别做梦了 若是没有把握拦住你的风云尾 我余震山就白在江南经营了二十多年 所以你们根本没想过放过我们是吗 没错 为了我的计划能够顺利实行 今天跟你有关系的所有人都得死 封云为何在 在 传令 诸逆贼 斩恶毒 当令 出北投利 杀 起来 走 黑龙宝喜 没错 这就是你江家的秘宝 黑龙宝喜 你的父亲真是如此 不知道 作用竟然把他当作家族的云尘危险 真是可以 要什么 你必须把他当作家族的云尘危险 我对那东西没兴趣 我来 是因为你霍乱江南 暗律当初 是因为你绑架了我的女人 我必要将你斩杀于此 还因为 杀父之仇不共得天 江方不要再做无畏的侦查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施子勿扰 业务敌前来救救 施子勿扰 业务敌前来救救 你们这些砸碎 老子带了边关 破坏沙底之时 你们毛还没长期呢 还敢跟我 小子勿扰 哪个王八在敲我的对手 你说什么 师姐 恐怖 恐怖 再说一遍 我 狗怖 师姐 你说这种人是怎么当上南京斩神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王爷想通过他告诉我们 就算是个傻子 只要好好干 将来就能成为斩神 这就是锤龙宝石的力量 这就是我提醒他的礼 就算是再给你一百年一登坤 再来 平靠 人们的大城的宋师之际 宋师之际 才拿到大城之际 宋师之际 还有大城之际的宋师之际 不知道的是大城之际 还有至高无上的境界 法天际 你现在的东西从你腹的手里 想要飞龙宝石 就是为了 我死亡的气 你突破最高无上的境界 法天际 我已经做到了 飞龙宝石 助我突破法天 从此以后 我便是大厦帝国最强的存在 我便是神灵 屁话那么多 于震生 何干一震 江峰 你怎么还不明白 在绝对强大的力量面前 你就像楼一样的渺小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你怎么可能伤到我 谁说这大厦只有你一个法天镜 什么 你一个法天镜 这怎么可能 没有可能报喜 你怎么可能是法天镜 就算没有那破东西 我依旧可以天人依托 晋升法天 现在 还有什么遗言要讲 江峰 你不能杀我 你女人还在我手里呢 你要是把我给杀了 你女人也活不了 你仔细听 兄弟们 为了报下王爷 谁我杀 别怕 我们七星堂什么都出 就是不出当中 请往里冲 带来继续豁乱将来的贼子 就是夫人 杀呀 七星堂 龙五 可他们只是一串串 龙五这人有嘴滑舌 满嘴的胡话 但他有一点没有讲错 那就是七星堂 真的有数万兄弟 王爷 现在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江峰 你别杀我 水龙报信我还给你 只要你让我一场性命 你让他 这东西 还是留着给你陪葬 杀大哥 我还以为我自己见不到你了 傻瓜 我这不是来救你了吗 虽人于震山 以扶珠 尔等还不受降 王爷是 不想生死 不能臣服 王爷 王爷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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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这次啊 我可是亲手杀了三个人啊 行 算你立了大功 魏王爷小吏 是我们七星堂兄弟的荣耀 对了王爷 我还抓了两个活的 把他两个带上来 让王爷过过眼 江家主 别来无恙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了 江峰 我那么爱你 你忍心这样对我吗 江家江景泰 吕教不改 随贼叛逆 战 顾家故事集团 查封 顾明珠 逮捕 是 一切都结束了 是时候该回家 生起个大胖小子了 谁要跟你生大胖小子了 你刚才破我怀力的时候 可没有什么害羞啊 你落下了吗 收缩 乱 小孩子 看一下 乱 乱 最后 乱 乱 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